很多人常常高速公路上面南来北往的时候呢 都比较熟悉啊 就会开玩笑讲说 哎呀看到很多的T-Bar就知道新竹县到了 但是呢这个T-Bar怎么拆又怎么重新的出现 就有这个男的呢 他就常年的窃占国有土地 就在高速公路旁边设这个T-Bar 然后租给人家这个广告费啊 收个什么三万到六万的 被拆了他就再重建 拆了再重建 新竹检方认为他屡拆屡建不知悔改 已经将他依照了违反建筑法 以及窃占等罪行来起诉 一根根巨大的T-Bar招牌横倒在稻田旁 被勒令拆除 长期窃占国有土地的红姓男子 也被求储三年七个月的 又期出行 之前我们已经曾经劝导过他们 也开罚过 但是业主自自不理 所以我们为了公权力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执行 46岁的红先生是广告公司的负责人 9年前租用新竹县湖口香土地 在中山高两侧违法设置广告T-Bar 之后还占用高工局管理的国有地陆续扩建 更恶劣的是政府多次强制拆除以后 他又原地重建 长年设置广告T-Bar的不法获利 估计高达600多万元 广告物所有权人跟地主 请他们先自行拆除 圈导期已经到了 但是他们都没有动 所以我们今天开始 我们去执行强力拆除 T-Bar广告可以谋取暴力 多年来政府也只开罚30到90天的拘役 让红星男子心存侥幸 一犯再犯 现在新竹地检署大动作拆除 就是要让T-Bar彻底消失 昨天新闻和梦见李怡婷 新竹采访报道